好 现在我们来看PS 在这里我们打开了一张图片 这非常清新的 一个海滩上的美女 这就算是给咱们广大的男士们一点福利吧 是吧 一边听这课程一边养眼 那女同学可能就不乐意了 后面吧 后面咱们再多弄一些帅哥的图片 也给咱们美女学员 还有广大的基友们添一点福利 这个闲话的少说 那咱们来看图像菜单 那图像菜单呢 这里有一个调整 那我们来看调整的这个二级菜单 那在这里我们在A片的时候 了解过亮度对比度色阶曲线 那这些调明暗关系的调对比的 那这里还有一个曝光度 那曝光度呢 咱们这个后面再讲 因为这个曝光度啊 主要是针对的是32维的HDR图像 啊 这个咱们后面再说啊 这个用的不是特别的多 那再往下看 有自然饱和度 色相饱和度 那这个色相饱和度 Kentra加U咱们以前面也是遇到过啊 也多少讲过 那我们这一节呢 就来综合的讲一讲饱和度的调节 那么饱和度咱们知道啊 就是色彩三要素之一 饱和度 嗯就是颜色的纯度 颜色的鲜艳程度 那么这个鲜艳程度呢 它是根据人眼啊 是咱们这个人眼的感觉 所以呢 不管是调自然饱和度 还是调色相饱和度 他们调这个参数呢 咱们看这些参数啊 这些参数 其实呢 就是一个百分比的参数 它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量化的参数 啊 因为它不是色彩模式 它没有一个 说特别标准的一个 这个显色的系统 来表达颜色是多少 它只是根据咱们的感觉 说白了 这个命令呢 就是一种感觉调色 那好 我们现在呢 就来再深入的了解一下 饱和度来如何调解 首先咱们来看 饱和度 刚才也说过啊 饱和度这个数值呢 它是100 然后呢 负100 啊 从负100到正100 然后这个饱和度啊 就是负100 饱和度降低 正100 饱和度加强 那么回来先看这张图片 这个图片很清淡啊 相对而言 饱和度呢 不是特别的高啊 并不艳丽 一个比较清新淡雅的感觉 我们可以用色相饱和度呢 来给它增加饱和度啊 让这个画面呢 更加的艳丽 现在我们来看画面上 我这做了一个颜色取样啊 就在这里有个取样一 然后我们可以打开信息面板 来看一下 那这里呢 就是取样一的 RGB的色值啊 241719这个 那现在我们打开 色相饱和度啊 打开这个命令 我们现在就来针对这个RGB通道 RGB模式的这个图片来说 如果我们降低饱和度 我们可以看这个RGB的数值 发生什么变化 那降低饱和度 其实计算机在做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运算呢 啊 其实就是RGB三个通道 它的这个发光总量的 不变的这个情况下 啊 发光的总量不变 然后呢 逐渐缩小三个通道发光量的差距 啊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数值 这个具体数值 底下可以仔细的看一看 算一算 那如果到了负100之后呢 三个通道的差距就没有了 三个通道的颜色是 啊 一样都是 220 那么就是灰色 是吧 咱们都知道 三个通道 如果这个颜色相等的话 啊 就是黑白灰 那么加呢 啊 正值 往上加 加到100 加色 再来看这个颜色有什么变化 啊 在这个RGB模式下 它在通道里有什么变化 它是怎么计算的呢 同样还是发光总量不变 那我们把饱和度啊 加到100 这这这画面就很艳了 非常强了 那这个时候啊 在三个通道发光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逐渐的向最强的那个发光的通道增强 比如说 咱们看这个RGB颜色是2224217219 哪个最强呢 红色最强 啊 其实它就是肤色嘛 这偏的红 红色是最强的 所以我们增强 增强饱和度 那么红色变成了255 这是最强的这个通道啊 这最强的发光 绿色和蓝色通道呢 都相应的减少了啊 因为一个增强的话 两个必定是要减少 那它总量不变吧 这样就一个此消彼长了 那么最终呢 那这样就可以达成一种这个颜色变纯变鲜艳这样的效果 啊 那么可以说这就是在RGB的模式下 在这个色相饱和度的命令里面啊 来调节饱和度的算法 那这个算法呢 相对而说就比较简单 而且它有一个毛病 就是很容易怎么样呢 调过头 就像咱们这个加到不用加到100啊 现在88看一下 这就很过头了 这画面上 是不是失真了 是吧 失真了 啊 就是这个现实生活中啊 这个不可能出现这么艳的颜色的 因为这个显示器是发光的 RGB是发光的 啊 还可以更艳 是吧 所以说这个算法就相对的比较简单 比较直接 嗯 它就针对所有的颜色 来统一的来加强这个鲜艳程度 了解了这个饱和度的啊 基本的一个运行的原理 现在咱们回过头来 再来了解一点 那这是咱们这节课的第二部分 那就是饱和度命令 还可以来选择部分颜色 那这个调节饱和度 还可以来针对画面的某一部分颜色 进行饱和度的调节 啊 其实不光是饱和度啊 色相明度这个也可以 但是咱们这节呢 就是专讲饱和度 那哪呢 其实就这个 这个下拉菜单里嘛 啊 在这里可以选色 选画面某一部分颜色啊 来单独的调节饱和度 那这里有红 黄绿 青蓝 洋红啊 就是这个六种基本色 我们选择红色 可以增强饱和度 看看这个肤色 还有这个衣服上的这个红格子 这格子衫啊 这红格子 别艳丽了 是不是可以选色 是吧 嗯 扶位一下 大家注意啊 这就是一个针对不同的颜色 哎 不用多想啊 就是一个颜色的范围 那么 我们现在 我们考虑的深刻一点 怎么呢 就是虽然这里面提供了六种颜色 那么这个六种颜色 就可以说是 啊 就是六种色相 那咱们现在呢 是在色相饱和度 这个命令里面 我们就不谈通道 只谈色相 这六种色相 我们以前在A片的时候 讲过色相环上 咱们可以有12色相 是吧 甚至呢 还可以有24色相 或者更多啊 因为我们人眼会识别很多种颜色啊 这个能叫上名字来的 就说明它就具备某一个色相 你现在这里只有六种 是不是这个范围太窄了 可选的范围太少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定义的更加的细致 把这个可选的范围啊 定的更小呢 或者是可以灵活的调节一下 这个可以做到吗 哎 答案是可以的 那现在咱们就来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啊 先把这个改成全图 把它复位一下 那现在来看 这个色相饱和度命令 这个窗口下面 这里有两条色带 是吧 我们以前也见过 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个色带是干嘛用的呀 是吧 好 这个色带呢 啊 它是看上去是色带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色相环啊 就是把色相环 等于说我们拿剪刀 从中间剪一下 然后把它变成成平了啊 成成一个色条了 其实它把它弯起来啊 就是一个圈 就是一个色相环 那这个两头呢 嗯 左头和右头的颜色是一样的啊 它是连起来是一个圈 那我们看这个色带啊 这个色带 我们可以把它挪动 移动一下 嗯 怎么动呢 我们可以按着Ctrl键 我们现在可以 按着Ctrl键 那这个时候呢 鼠标的光标就变成了一把小手了 嗯 这个小手就说明可以移动 怎么动呢 啊 这就是拽它就可以了 比如说把这个红的拽到这边来 或者是把蓝的拽到头上来 是吧 还是把绿的 拽到这边来 啊 就可以拖拽它 拖动 那拖动这个色条 也就是色相环 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用呢 现在目前没什么用 啊 它就是能动 待会你就知道 为什么咱们可以动它了 啊 那我们动了它就 就其实就感觉 就是把这个色相环呢 转转圈 啊 原来可能是红的在上面 那这个青的在下面 咱们转了一圈 然后青的转到上面去 红的转到下面去了 就是在转这个盘啊 玩这个转盘 只不过现在这不撑平了吗 就变成了这个在水平方向上移动了 啊 你就这样去理解 那么好 这里呢 就是我们来可以啊 自己自定义这个选取的颜色范围 那也就是自己来自定义选取画面上的什么颜色 什么色相 然后呢 来进行调节饱和度 啊 或者呢 也可以调节色相 或者也可以调节明度 嗯 三个都在一起的嘛 那好 怎么来做 现在就来看这里 这个小手啊 一个小手指 这里这个小按钮 那么这个按钮呢 哎 就是干这个用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按钮激活点一下 那点下去之后激活了 激活这个小手图标 我们再看呢 这个 鼠标光标 放在画面 就变成了一个吸管工具 是吧 吸管 既然是吸管工具 我们就可以来吸取颜色 那吸取什么颜色呢 我们想要调什么颜色 就吸什么颜色 这回大家明白了吧 啊 非常简单 是吧 啊 比如说 咱们想调这个女孩 这个格子衫 这种青色 这种青莲色 这种感觉的 点一下 那么 现在 大家看这个菜单这儿 哎 这里 就默认的选中了蓝色 那现在可以调节饱和度 嗯 增加饱和度 这个蓝色的部分变得艳丽了 是吧 而降低饱和度 那这个时候有同学会说了 这个吸着一下这个颜色 跟直接选这个蓝色 这不一样吗 没有什么区别 啊 这样看起来是一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可以来自定义 我们把目光再来 移到下面这个彩条上来 看一下彩条上这里多了什么东西呢 多了一些滑块 啊 这边有一根 这边有一块 那我们因为选的是蓝色啊 这个滑块呢 被中间给断开了 因为它这是一个环嘛 那断开了 咱们为了查看方便 哎 就刚才我们说那个 按着Ctrl 按着Ctrl 变小手 嗯 挪一下 啊 这边往这边挪一下 那好了 啊 这样呢 这个滑块就到了 哎 这个中间了 这样看上去啊 这是比较的清楚一点 好 那这个滑块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咱们来看啊 从最左边这个三角滑块 很小 这仔细看一下 这是一个小三角滑块 那这个小三角滑块 我们可以拖动它 现在可以拖动它 嗯 可以往左拖 或者往右拖 那这个时候 大家看这里的数值呢 就在变 这159度 嗯 那到这 182度 啊 为什么是度呢 哎 因为它是摄像环嘛 它在这个摄像环上 正好是360度 那么这个彩带上呢 它是怎么来分的呢 就是 红色为0度 那 这个青色 为180度 那红色 啊 往这个蓝色 往这边转 然后到青色 也是180度 那红色 往黄色 往绿色 最后到青色 啊 这边转呢 也是180度 啊 正好是360度 这一个圈啊 就是现在 咱们这张图上啊 标的这个 这个摄像环 之前 呃 讲的很多了 大家应该也都清楚 那好 回到咱们这个命令面板上来 啊 来看一下 这个色标 啊 标到哪儿 就说明它 画到 嗯 哪一度 比如到这 那124度 其实这个数值呢 也不用管它 我们只需要 看这个色标啊 移动到什么颜色上 比如现在 这一色呢 这个绿色上 那再往里看 这里还有一个 竖条 嗯 一个小竖线 这样的一个滑块 那这个滑块呢 哎 就是这个度数 啊 代表了这个度数 那 这边这个 也是 啊 代表了这个度 那这边这个 三角的滑块 代表了这个度 那好了 咱们了解了滑块 这能能滑动 而且呢 有度数可以标记 啊 了解了这些 咱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滑块 到底是 做什么用的呢 它就是来 选取颜色用的 它怎么来选颜色 两个竖条 两个这个竖条滑块 中间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选的颜色 比如说吧 我们现在可以 鼠标按住中间 这个深灰色的区域 那这个区域呢 就是我们要选择的颜色区域 按住它 不松 然后可以拖动它 然后我们想拖动到哪个颜色 就拖动到哪个颜色 比如说 我们想调 红色 嗯 或者是偏一点这个 洋红这个感觉 那放在这了 这块是不是偏点洋红 是吧 那这个 灰块区域呢 就是在这个洋红这块 我们可以把这个区域 再小一点 这个区域越小呢 是不是抓的就越准 是吧 哎 就是这个意思 那好 我们现在可以调一下 这个饱和度 你看 我们提高了这个饱和度 是不是 其他的颜色影响不大 而主要影响的就是 偏这个品红 这个颜色的这块 哎 这个人的嘴唇 那就给上了口红似的 嗯 还有这些红的格子 啊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饱和度调到挺高的值 来看一下 啊 这是红色 我们可以再来 放到蓝色 是吧 蓝色变艳了 呃 放到绿色 那画面上的绿色东西很少 也不明显 放到黄色 这是明显了 因为这个红黄橘色 这个是偏肤色 这样的肤色 啊 变得很艳了 那好 我们把它就先放在这个 这个红色这块啊 阳红这块 那这回我们知道啊 怎么来选这个色了 是吧 啊 就是两个竖条 那外边 外边这三角滑块 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啊 这个三角滑块 你看 然后到竖条这块了 还有一个浅灰色的一个区域 它是来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现在可以动一动啊 看一看画面上 是不是来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灰块的区域 从三角滑块到竖条滑块 这个浅灰色的区域呢 就是衰减区域 里面深灰色 这个区域选择的颜色 这是真真正正的啊 要要调的颜色 肯定会调到的 那么这个区域呢 就是衰减区域 就是它多多少少呢 也会把一些紫色 还有蓝色 还有青色 这些东西呢 顺便都带上 这个条的一个区域呢 比较大 但是多大呢 它是一个称衰减的这个状态啊 啊 越到这头 越到这个三角的滑块 这头呢 肯定是条的这个影响 影响力是越弱 那么到竖条这头啊 这影响力是最高的 竖条里面 这个呢 就是完全受影响 嗯 这就是一个衰减 如果我们把这个衰减 调的非常的低的话 其实就是说 调取的范围呢 就非常的窄了 嗯 大家看画面就知道了 你看 可以放大一下看 是吧 只有很少数的几个 比较接近的颜色 嗯 可以被调到 我们把这个衰减区域啊 扩大一些呢 啊 这两头都扩大一些 这样选取的颜色就多了 啊 这个东西大家会用了吧 啊 我相信大家 嗯 就是不会用的话 自己点一点试一试呢 慢慢就了解了 那有这样的一个工具 调起来 这个饱和度 是不是就 嗯 更加的高级一些了 啊 能够分非常细致的颜色 去调节 是吧 而不是说 对整个画面 没调没减 嗯 不不 也不调非减兽 整体变 那这个画面 显得也没有层次 所以说 这个色相饱和度 它就是一个 非常直观的调图命令 调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 那我们不用去通道里面去想啊 它是怎么转换的呀 怎么样 什么都不要去想 调你所见的颜色啊 你所见就记所得啊 这就是三要素 利用三要素调色呢 这个是非常好理解的 所以呢 这个也不用多说什么 另外 在这里有三个小吸管啊 这个我也不多说了啊 这个小吸管呢 啊 就是吸取颜色 那么 有加号的颜色 就是添加一些颜色 比如我们 选择这个加号的颜色 啊 这个现在选择的是 是什么来着 阳红吗 如果我们想加一些 加这个青色 啊 或者再加点 这种蓝色 啊 看这里啊 这个选取的范围就 扩大了 是吧 扩大这个选取范围了 然后减号呢 减号就是相反的 那这就不用多说了 了解了这里这个小工具 咱们调图的手段 是不是就又丰富了一些了 是吧 但是呢 这才刚刚开始 因为咱们后面 还有很多的命令 啊 还有很多的手法 都要学习 刚才咱们都说到了 就是色相饱和度命令 调节这个饱和度啊 这个算法是非常的简单的 所以说你调高了以后 这个颜色呢 就失真了 嗯 不够自然 是吧 所以PS呢 就提供了另外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呢 就刚才咱们看到的 自然饱和度 哎 用这个自然饱和度呢 调这个画面 尤其是调照片的饱和度 就非常好控制 啊 不至于调的特别的失真 调爆了 我们可以打开自然饱和度命令 啊 或者也可以在 在哪里啊 哎 在这里 我们可以利用调整图层 包括咱们学习的 这个色相饱和度 还有色彩平衡 样度 对比度 色阶曲线 咱们学到的这些命令 这些呢 都有调整图层 那么还是那句话啊 无损制图嘛 那能用调整图层的时候呢 咱们就用调整图层 调整图层的好处 这个就自不必多数啊 好处是太多了 我们选择自然饱和度 这个调整图层 这样呢 就非常快捷的添加了一个自然饱和度的调整图层 另外呢 在窗口菜单 在这里呢 还能找到调整 这个调整面板 我们可以打开调整面板 嗯 就是这样 那这个调整面板呢 就可以啊 更快捷的 就变成按钮了 整合成这个 这一堆按钮 嗯 直接点这个按钮 就可以添加相应的调整图层 比如说咱们学过的量度对比度 色阶 曲线 点一下 嗯 这样就添加了一个曲线的调整图层 啊 这非常的快捷 再一个在面板菜单里面呢 还有一些小小的设定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默认情况下添加蒙版 如果我们勾选了它 那我们再来添加调整图层的时候 这样后面呢 就会自动的加一个蒙版 啊 因为它是图层嘛 所以加蒙版 这很正常 调整图层不但可以加蒙版 也可以设定不透明度 那也可以呢 使用混合模式 哦 这就高了啊 你调整图层 然后再 用混合模式 这个调色就 这个手段就非常多样化了 这个咱们后边啊 这个后边可以慢慢探讨 另外 还可以勾选这个剪切道图层 勾选了它 我们把这个删掉 啊 包括把这个自然保护度也删掉 我们再来添加 啊 添加曲线 这个时候 大家看前面这有一个拐弯的小箭头 是吧 那这就是 剪贴蒙版 是吧 那这样直接就可以添加一个又带着图层蒙版 然后又做了剪贴蒙版的一个图层 那么调整图层加了剪贴蒙版呢 它就只会对这一个图层起作用 啊 不会调节这个下方所有的图层 因为默认情况下 调整图层 它是会对下方所有的图层来起作用的 这就是对调整图层这块 简单说了这么两点 大家呢 这算是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选项就行了 好 咱们接着再说饱和度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在调整面板里面来找到自然饱和度 那简单了 点一下 那点一下 这是又带蒙版 又带剪切图层啊 就这样吧 啊 就这个就带了它吧 那看自然饱和度这里 啊 这个其实就没有什么多说的了 啊 一个是调节自然饱和度 另外就调节饱和度 那么这里的饱和度呢 它的算法就跟 刚才那个色相饱和度里面那个算法不太一样 啊 这个算法就更为的灵活高级一些 那主要的就是可以调节照片 啊 为了让照片增色呢 变得非常的自然 我们可以来 提高一下 看一下 提高了饱和度 看一下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变化 没有 嗯 你可以隐藏一下 看一下 有那么一点 是吧 啊 这一点就够了 尤其在调这个照片的话 这个过犹不及吗 所以我们在调图片 尤其是人物照片或者风景照啊 这些东西调饱和度的话 优先使用的就是自然饱和度啊 自然饱和度命令 如果自然饱和度这个选项这块觉得还不够的话 那再可以使用下面的这个饱和度啊 再来增加一下这个饱和度 那这样这个画面 大家看这个饱和度就增强的比较厉害了 当然控制饱和度就有这样一个原则 就是千万不要过 不要这个让画面太过艳丽 眼睛呢 会很累的 啊 人家眼其实看什么颜色看最舒服呢 就是灰掉 所以说一些高级的 比如说高级的餐厅啊 还有一些高级的平面设计啊 一些高级的画册啊 还有一些这个奢侈品啊 这些东西啊 他们用的颜色呢 都不敢太艳丽 那其实都是中性色啊 俗话就是高级灰啊 看上去很高级 对于高级不高级 其实这是一个综合设计 就是看这个设计师的综合能力 它是体现在这个不只是颜色方面 但是学设计啊 或者是学制图啊 初学者往往就是特别特别喜欢用纯色 而认为纯色出效果 认为纯色这个好看 这个有视觉冲击力 其实恰恰相反 用了特别纯的颜色的话 都是纯色的话 那就显得不纯了 那这些设计上的东西呢 咱们以后可以再多聊一些啊 可以结合作品 结合一些图来看一下啊 其实调节饱和度 这个最简单的一个调色啊 其实算不上调色 只是可能是咱们调色工作中 非常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个小步骤啊 一个小的环节 但是呢 嗯 积少程度 而且呢 你一个小小的环节 如果出了问题呢 对于整个图片 整个照片 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那好的作品呢 就是追求的一种 就是尽量的完美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啊 养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 对于整个图片